歡迎大家來到動漫廢物電台 在Radio Dada的《今日報新番》 收聽方法有三個 第一個方法就是來 朗浩方B2Slowly雪糕店對開 第二個方法就是上網聽 就是www.radiodada.hk 又或者是www.acurbish.org 第三個方法就是自然想 Otaku Cafe 聽 大家好,我是夏木輝 Konna,Konna 基本上我講完這個介紹之後 我今天可以收聲 即是你很絕望 這個星期真的完全沒有時間看 聽你們說 聽你們表演 上次我開的旗票資料 就是東京尼克特製8.0 其實我們今季的新番 都是只剩下這一套 APH第二季都是一直繼續下去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需要要講的重點都沒有什麼 所以這個是我們壓軸 東京八級避陣 至於另一套 可能每一張我都講一次的 海貓泳泳之時 我們下個禮拜都死了 再講 還有幾個還沒死 死剩下四個 這麼快? 一開始死六個 然後再死兩個 然後死一個 今天死三個 真是廉價 你人命很廉價 這套作品是十八個 只是一個數字 所以我和我朋友 有一個很喜歡海貓的朋友說 就是 韓氏和海貓分別就是什麼 韓氏呢 雖然主要死了幾個 但是他有四四三千人 而海貓就是 他主要角色有十八個 但是死到盡了就十八個 在某些竟然有十九個 時間差攻擊 那遲些等他多些再講 即是死多些再講 死光了 好 講到東京尼哈特就是八點來 這套是今季的幾個小數的原創動畫 沒有漫畫原作的 沒錯 是 完全沒有其他的 媒體support 他只是 在這個 都是用回東知伊甸的時段 播的原創 而且還很硬派 因為 我記憶 在日本創作作品裡面 真的會以天災來做題材 即是海嘯 錄日本陳母音 昂居片 這類的題材是很少 反而美國有很多名字 之後每年都硬是一兩套 你不要理它高級和低級 總之每年都有一兩套 我覺得就是 ACGN 或者電影 CNN 還有電影 有日本陳末 Game 有絕體絕命都市 現在東京白級地震 填補了A 沒有這版塊 但相比美國 始終在日本人來說 地震這個題材不是一個可以開玩笑的東西 很貼身 很簡直我自己在北海道住了15個月 都經歷了3至4次 都好像坐在船上的級數地震 如果連北海道的小城市都感覺到這種常見的震動 東京一千萬人的城市真的有八級地震 像台灣912大地震 所以很多台灣網友體驗是很有共鳴的 因為你真的感覺到地震之後你不敢睡覺 那一刻整個社交業真的反軟了 還有很多台灣朋友看得很開心 很有共鳴的 開心不是只是開發樂那種東西 很投入 共鳴的 其實故事上真的很簡單 一個死小孩的女主角 中二病 雖然她只是中一隻 死小孩 那個就是什麼 那她不是成熟 早熟 早熟 早了一年熟的中二病 中二病是另一個東西 這個有機會再講一下 還是ACWebis再講一下這個定義 不是AV 啊 這個死小孩的主角 就是典型那些不知道明天發生什麼事 都不想知道 總之就是每日無無聊聊那些飯 即加菲那一隻 每日無為為為 打問無為家 跟人說重溫無為 上學又很無所事事 每一天 蓋著每一天 在暑假 很多人中一都是這樣的 在暑假 她帶著弟弟 即是她媽媽要求她媽媽要上班 帶弟弟去看看機械人 免為其難 為什麽帶她去 當她看完機械人出去 她弟弟說 姐姐 我去小樓間 想買飲品回來 她去之後跟著她出來 她看了一個無所事 她整個滅亡就好了 結果還好未完 整個大地震源 震源之後才發現 整個世界不同了 好像她說 世界壞了 整個世界 她有所認識的世界 對一個中一生來說 東京就是她所知世界 日本人來說 為什麽所有怪人都是東京的 世界壞了 現業無事的 這個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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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這個gap 你看看 我想忍了很久 你搶了外港 這樣可憐 那怎麼辦呢 那她 不是的 其實 在說東京擺入地震之前 我留了一件事還沒說 就是我們這個節目有一個義母去說報庫文 我們有一位日本很著名的動畫家 金田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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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7月21日 因為心機更失去世世 享年57歲 如果各位不知道哪位金田義工 你看銀河飄流 銀河烈峰那類的片 他是七八十日很有名的動作指導 他很拿手就是什麽呢 你用遠近鏡去誇張角色的速度 放大 他的動作是扭曲性和誇張性的放大 其實上一集講傳網先生 那班傳網少女去打那些肉粥 那些風格就是金田義工的風格 他和板野一郎是日本最有名的動作指導 他兩個是板野一郎最有名的就是板野馬戲 就是那些飛彈不規則地周圍射 一帶走下去 金田義工就是他所謂的金田哲 本來叫金田哲式的特別 金田PASS 或者中文叫金田構圖 一種很容易 不過他近幾年已經很少參與動畫製作 而是幫Square Enix做一支遊戲的openning 最後我看他的動作品就是 《伯族英雄》的OP 一看你就知道金田義工 那些很誇張性的比例五人協調的動作 一種很特殊很強烈的效果 其實他這種風格 後世都很多人模仿的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天原突破》 《天原突破》 《金石陽之》的《天原突破》 如果你想看本家金田義工 去懷面這位這麼偉大的動畫人 各位可以留意他很多做過的OP 我自己覺得金田構圖 最明顯的就是有V型電池盒的OP 還有行運超人OP2 大家可以上Youtube 尼古去留意這些 或者如果你想得到舊片的話 銀河烈鋒 那些是典型的金田風 那些姿勢很容易 很容易承認的 這是我抱最深切的愛哀悼 好 我們說回這個 說完死人又說回死人 說完死人 剛才我講到就是女主角 一位弟弟鎮 女主角找到弟弟回去購物店 找到一個單身家庭的媽媽 見到小女兒去找弟弟 沒有理由去幫她找 結果就在一間便利店裏 救回弟弟 那邊的女職員是喜歡賣以客串 是的 她基本上就有一個說話 還有一個不聲的聲音 是有情客串 整套作品 就是我的作品 很硬派 硬派程度甚至比東伊更硬 他真的不跟你說什麼娛樂性 純粹在一個大災難度 從來沒有想像過自己會經歷一個大災難的人 會有什麼反應 其實我覺得現在這套作品做了兩集 第一集我是有點失望的 因為我對這套作品的期望非常之高 第一集她花了很大部分時間去描寫女主角的心態 是的 她真的面對這個 是不是算青春期呢 青春期 那你不喜歡用中二病 我都是唯有用青春期這個字 那她對家庭的不信任感 對這個世界的不滿 其實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說這件事 她只是有很少時間去描寫地震 那輪到第二集 就開始有些看頭了 叫做 真的有震過了 那其實我覺得這套作品 她真的給了我一種很真實的感覺 那其實她的設定就有說這套是2012年的 雖然那套作品裡面只是暗示過 那她暗示的方式就是這個地上電波一周年紀念 那大家如果熟日本的 其實都知道2011年就是這個 無異制式就會終止了 那所以你就可以憑這一點來知道 它是2012年的事情 都算再多難 之前那一年就剛剛好 就是霉湖星其他事件 飛彈之為飛 然後就大氣津 那日本一向都是這樣 特別是東京 所以我還沒住不海道 不海道比較安全 你沒聽過歌聲是會襲擊不海道 不過美國都襲擊過 我還沒說完 去到第二集 你會看到一些絕體絕命都市的劇情 如果你有玩過這遊戲的話 還有她給了我一種很真實的感覺 就是在東京這麼發達的地方 其實他們建房子都會很在意 建築物的防震程度 那你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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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作為一個普通人 在東京住 在2012年 那其實就算你說 真是8.0級地震 那其實你只要跟著指示的話 那你也不會說 有很大的生命危險 那你只不過 你不特地去闖這個龍潭虎月 基本上你跟著指示做 你都會比較安全 這件事你看到在作品裏面 是表現到一個在地震國 即是叫長期有地震威脅的國家的人 那種叫做企圖性 你看到地震完之後 那些人是很有規律 即是他不是說很急步走 或者叫賊 而是大家是很有規律 快步離開那個購物 這種情況就真的顯示到 一個長期有地震威脅 至少要告訴你 地震應該怎麼做的國家的人民 在遇到大災難時那種反應 因為如果你不是 你可能真的 你香港如果有地震的話 你可能真的亂來 就慘叫走來走去 又拆出其他悲劇 即是你看災難片 你預期是一些很誇張的 可能是世界末日 但有一個東京八級地震 真的會給到一種 你知道的確 那些人真的知道會這樣 這些人有進步 而且這個台場的1比1高大已經拆掉了 所以你不會看到這個高大去救世的 我想問一下 地震高大都救不了 它好像轉A那樣 可以幫人 即是救人 基本上到地震的話 天災 即是這麼說 天災任何高科技都救不了 這件事就是沒辦法的 即是那間颱風 小車機械你怎麼做颱風 除非炸到颱風 你擋住 沒辦法 超級是 因為這裏直播兩集 不要說太多 那些比例不對 很簡單 我一定給9分 這部 因為第一集的緣過 我跌了0.5分 所以就給9.5 哈哈 又是少了我們兩個 我預見一次 OK 然後第二套 我想說一些 之前押了 沒有說 即是 尋底 其實是上季的作品 機下魔神 即是不放心 不會說很久 因為這套我都很難知道怎麼說 一套 它擺出來要拍兩個週目的作品 但是 結果 所以第一週目就完全不知道什麼 以前我好像也有說過 這套作品 是 它有很多話說 很想說 即是有些人 跟今季另一套作品 就是叫做 《簡單魔法》 那套《簡單魔法》 叫做多話說的嗎 原來 相對於其他人 我算是多話說的 你想看《公主戀人》 還偶抱 《公主戀人》 我暫時又是 處於這個停擺狀態 即是這套 它是有話想說 而且它的劇本設計很大 但這套作品 要告訴你一件很現實的 應該怎麼形容 一個真正的體會就是 監督無能 我要套一套 天上天下的世界觀都非常巨大 而且也是個漫畫家非常無能 我會讚他很好 這套作品 大武衛有什麼期待啊 我不會覺得 我不是覺得這個 眼高手低的 就不僅是這套 這套作品 首先是草川啟做監督的 而草川大家記得就是 《魔法少女男樂下》 《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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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講笑話說 奇怪一套機械魔神大 魔神多國有什麼用作 人形生物打到飛來飛去 我看朱利學者在空中飛來飛去打鬥 是更刺激過看機械人打 機械人打完出來 兩下手勢 接著就收工 你以後的機械人動畫 很丟臉 是他們觀眾覺得很莫名其妙 你機械人動畫 你機械人不用出來 吃雲吞麵你沒有雲吞 雲吞麵只有雲吞 魚餅 蟹的魚餅是多好吃 我都叫雲吞麵 這真的算不算一套機械人動畫呢 我騙你頭的 他可能只是有機械人的要素在這裏 有機械人的要素在這裏 可能他emphasize 那樣東西就不在這裏 可能是胡松堯那些鬼魂那些東西 他很多神神怪怪的東西 我不介意這不是問題的 但他在首的十二集是真的說不到一個 他想說的主題 但他覺得這套東西是有些東西看下去的 他根本吸不到你們去追 十二集是不錯的 有些笑料 有些劇情 女角又要有些內容 夜中立又好蒙 但除了之外 你真的想不到這套東西去追下去 沒有一個critical point 可能是每樣東西都有五分 但每樣東西高過五分 這套東西是很尷尬的 我不介意你 有些東西是很不頂的 只要有些東西是很頂的 大家就會被好頂的東西吸引去 有一個話題性 有些動畫是用這個手法的 但他是做甚麼 你每樣東西都有 但你每樣東西都不湯不水 你說半吊子 平平凡凡凡都好 這是很尷尬的 從這套作品來說 你定位 還有會不會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你去到最底線 你看星優 又不需要因為這套去追求田中李偉 胡重堯 夜中藍這些問題呢 全告唯一一個我很有深刻印象 就是現在比較少的演出 其實我很喜歡心狗寶場太郎 你看BL那些都不少的 我不看它嘛 但一般唱歌比較少的 就是這套作品 由星優到作畫到劇情 真的有那個 真是 不是普通 是普通以下 但又不是主要不合格的 就是你普通都算好 但你不是附珠 是附珠以下那一套 那就真的有點難過 那這套應該是兩季回來的 第二季如果你有時間的話可以 我應該會在這個 當它出到二十六集之後 一次過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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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套作品看十四二集 我會給就 五分 五分 勉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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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 對 五分 勉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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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是毛子經的發言 四集都是 五集了 今晚那集都要離開 應該說是 有沒有第六集 今晚那集就是第六集 第六集了嗎 今晚那集是 你是不是之前已經CUT了 所以不記得 我一集集看的 之前那一萬五千五百三十多 四集好像也有看過 你可能自己一集裡面 後面看五千多次 就有一萬五千多次 我開始有點像阿虛那種 有點蓋視的感覺 我不太假釋 究竟是看了幾集 總之就是 他把同一集的故事就是很簡單 我講一下 這集可以詳細一點說 因為只有五集都是同一集的 我們還有詳細的時間 八月中 有一天 梁公正日就叫整個SOS團出來說 喂 主角差不多沒有 但我好像沒什麼做過的 這樣做什麼 這樣做什麼 好假釋 試一試 來列表 首先去游泳池游泳 然後放煙花 去參加夜祭典 夜會看星 接著打綱 最後一天 差不多明天上學了 好 夜都做了七八八 差不多 然後這集 完結了 然後下一集 又是阿虛在看甲子園反球賽 然後梁公又打電話給他出來 然後重複一集 然後中間呢 有些不同的 中間呢 不是重複這個問題 就是中間呢 他們就會發現到 發現到 原來他們已經滾了一萬幾千次 那他們又 哎呀不知道怎麼做 哎呀想不到方法 然後場門呢 都是這樣的 我也是一個旁觀者 然後就滾了 然後就這樣滾了 五集 今晚也是這樣滾了 他每一集 雖然演故事 每一集都是一樣 除了第一集 他笑聲不同 但他還未知道 第一集是未知的 每一集都是同一劇情 但每一集都要玩 難道他叫做什麼 每一集玩不同 最好就是開A 開兩條 其實每一集都玩 都是那些東西 有影池 一定每一集都有 但有時候不同 每一集都不同 例如有一次坐在前邊 有一次坐在場邊 每次都不同 大佬這麼抓不同 是啊 閘門 閘門 這個Movie Hung 有時候是四輛單車 有時候兩輛單車 總之 不是 全部都是兩輛單車 不是 有一次是四輛 有一次是沒有人一輛單車 應該都是 不過這個不用爭 可能最後一集是 問題一 究竟這麼多集裡面 哪一集 你看都很單車 有些傻佬是五集一起播的 一條片 他玩這件事 總之我的說法就是 一定是編劇走去畫CAMEEC 所以沒有編劇 製作班仔最重的劇本畫五次 他很有誠意的 每集都是重新畫過的 還有 他們每一集 三人糧的語量都是不同的 哈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怎麼租好 好像今集第五集 上個星期的第五集 是長門不知為何升級的 長門有私 真的長門有D 有時招比奈又縮了水 不知為何 這個是關乎我的作畫 但真的很佩服他 因為原作是一個短片 他真的把這個短片重複五次到第六次 還有 沒人保證今晚之後不會有第七次 我覺得既然那套東西叫做Endless 8 坊間很多人認為是Loop六次 今晚可能是最後一次 但是我覺得既然叫做Endless 8 八次 過了八次我都會生氣 但是 你現在還沒生氣 我現在還沒生氣 所以這個就是重點 很有耐性 因為我在這些板上 已經在絕望中了 你看那些2CH也好 那些K島也好 那些人是很憤怒地說要這個火燒京阿尼 但也有些人去幫他兜 我說 來到特朗 我聽完之後 真的還有人兜 證明到京阿尼拍垃圾也有人去支持 那我都是 他拍垃圾也會支持的一分之 那我首先講了一個花邊 那在7月18日的時間 就在美國 我記得 有一個叫Ottarkon的會議 就請了神剔監督三本歡先生 就去上台做一個交流會 那三本歡呢 其實呢 就之前就做過三集這個Lucky Star 大筆放了上台的 也都是這個 梁宮武的 梁宮武之父 是他負責的 招比內大冒險 我們之前都講過 也是他負責的 那場內的人就問他 怎樣看King阿尼這個舉動 那三本歡呢就答 其實我一年之前已經知道了 那當時呢 我是反對的 那一聽到 什麼當時是反對 在場呢 就掌聲雷動 然後他就說 這個 本人覺得其實loop兩次 什麼都夠了 那然後 還有什麼呢 先說 他就 就代表這個SOS製作委員會 就向大家道歉 雖然呢 當然呢 他現在不是京都動畫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實是很不專業 不是 是叫做報仇 擺明居馬就是 當年 Lucky Star事件 你擺我上台 你擺我 你擺我 就是你擺我 來炒熱的作品 就炒了我 然後我同時揹了一個 叫做什麼 京都動畫 以為不合格的 叫樂印 說真的 換了是我 這個時候 不報仇等的時候 還有啊 是幫所有的 沒有那麼狂熱的 糧工出入迷 出口氣的 沒錯 很簡單 就是 說真的 你說 拼四集 起乘轉合 第四集 結束三集 都夠了 不 我當是四集 我比較寬鬆一點 四集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解決 可以 四集是解決這件事 我當作DVD的數量 可以接受 但是 去到第六五集 我就已經 覺得 會不會過份了些 第六集 喂 好了 告訴我還有 我不知道是第七集 因為沒有人保證 今晚播完之後 明天告訴我 他就是繼續 然後下個月 又是毛子經 八月 他才跟你玩 過完八月 你把這麼寶貴的六集時間 做一句 去玩一個 我知道 六集其實已經可以做了很多劇情 Gunbuster 都是六集 應該說是 對一個有料到的監督來說 六集是飽造動畫的 有很多OV六集 已經整個劇本都寫出來 六集 你計算 二十三分鐘 二十三分鐘 一集 四十六 一百三十分鐘 是一部電影的劇情 來的 但是他可以跟你玩 一部電影的浪費 他很認真地說 每一集都跟你不同分的 看出是不同的 但是 那又怎樣 才能無謂浪費 Nicco最喜歡的那個 Tap是 他將一些資源 他為了 一個話題性 然後炒熱他 他正在挑戰觀眾的忠誠 觀眾的底線 那我回應回 不是我回應 應該是 經Ali回應三本歡 他的道歉論 就說 其實這傢伙 跟我們都沒有關係 有關係 你會讓他講 就傻了 很活該 就是三本歡 發表他的那番偉論 叫人們不要在blog上寫 對阿Key這個 但是 根本 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是被人拍片的 解釋 這件事 非常難頂 這件事 我對於三本歡 和經Ali的恩怨成仇 沒有什麼意見 因為始終他兩個人是問題 但是 對於這種難度 就是經Ali 你自己玩就玩得多 說真的 當年 Lucky Star事件 他擺了三本歡 上台 他利用三本歡 名聲 來解釋 這個作品 這方面 我很有意見 所以這次 三本歡利用的時候 把他的軍統一刀 我覺得 這個時候不報仇 等什麼時候 難得全世界都 真理在我手 正義在我那方 這個時候 不主持公道 擋你一刀 等什麼時候 還有 我真的有很多 梁宮衛 都支持不住 我已經有幾個 跟我說 在網上說 如果你敢播放第六集 我就燒你 我燒你一刀 其實我真的覺得 沒有任何一間 製作公司 是需要去激化 這些矛盾 我不會認為 你要寫多一 因為一些劇本 其實已經在那裡 都是照回之後的劇情來拍的 沒有需要去激化一個矛盾 即激化 喜歡梁宮迷 喜歡梁宮春日的朋友 以及不喜歡 想看他怎麼死的朋友的矛盾 我這樣說 這條作品 真的告訴你 一件事就是 當一群人支持一句 可以多無理 可以多無理 而京都動畫 那句 有一點點叫做什麼 打明玩你這幫傻子 你這麼迷 好啊 六集我想拍 十集你都繼續看 即是有這種叫做什麼 你這幫人完全非理性之前 我就玩你這幫傻子 真的 因為這種 說真的 這些壽名就經常做這些傻子 好 反過來看 對啦 主要是想趕走一群 不是真的喜歡看這套 的人 那我現在趕走夢 的正 喂 因為 靜化 這個觀眾靜化 因為其實 就像我這種傻人 我就算普通一集 都看十幾次 他錄了六集 那我就看少一些 可能一集看一次 我比較好 因為這條作品是first forward 這件事 就快跳 總之看 這個劇情有點不妥 那就平貓 不是跳跳跳跳跳 那平均一集五分鐘 十分鐘看完 當你看到第三集的時候 你應該馬上去看一看 最後結局 是不是好像上一集這樣 純粹 因為現在這樣搞法 大家擔心的是 你似乎真的不打算拍兩工 就會消失 我覺得他是打算拍的 不過他 即是這個 不是這季 即是他這個舉動 是令到人很不舒服 你覺得用不舒服 這是一個比較保守的形容詞 這個是一個廚的形容詞 工廚的形容詞 我覺得就是 京都動畫 是否買重了 他的工作室是保險 火補呢 我覺得 可能他在收外圍 看看人們賭多少 買重了保險 他在工作室買重了保險 火燒 不知道賠多少錢 可能他那些 Mac Pro 那些歌旗 還在攝影機 還在攝影機 他在挑戰觀眾忍受極限 因為我很久沒試過一套作品 是夠膽挑戰觀眾忍受極限的 有 間中會有一兩套 但 不是很驚訝 玩到這麼快 挑戰觀眾忍受極限 可能是 可能是 他本身的東西是很差的 這個理由 但 他是 他是 不會 在那種 製作 即是經阿尼 這個製作公司 去 惡意地去玩 就是這麼說 差的時間差 我都不想再罵你 因為 我其實有一個很不詳 有一個很絕望的預感就是 下個星期 都會繼續是 是今晚 你很快就可以揭衷了 我是擔心今晚之後 下星期四晚 都是 我這個 我這個 我是預料的 因為 都說他叫 Endless 8 他只是 第六次 今晚 下個星期 所以 我個人會認為是八次 人家坊間說六次 那就是人家的事 其實他也是回應 某個遊戲 某個遊戲系列 人家叫什麼 Never 7 Ever 17 那 他就應該 Endless 8 整八次 你來享受一下 我擔心 他真的是 跟你們 那一集 那是我的死線 那是我的死線 如果他過了九月 他還在錄 基本上 我會燒掉 我家裡所有 所有 和京安妮有聯繫的 有聯繫的產品 錯 那 不要殺錯 梁曼 那是Mucky Star 和Granton的關係 我不管 哇 我很好 那 這個 就叫死線 這就是為止死線 我不管 我真的在挑戰大家的極限 我也是在歡迎聽我的節目的朋友一起去挑戰這個極限 好 好了 今晚 今晚 雖然想 是一個 打算是一個私片的形式去完結 結果都不是 是一個非常歡樂的形式 不好意思 那是快樂的出穴 不是快樂 行再樂和 對於這個反驚壓來的 很開心 是很開心的 你感覺如何 你感覺如何 你感覺如何了 真是 真是很開心 好了 今晚就說到這裡為止 待會還有 待會還有AC report 待會還有AC report 好了 那繼續今晚劇絕網 拜拜 今期的小梁哥我還有買的